收看三老大师为您带来的导塔直播比赛解说啊 来看一下2022年的英特尔公开赛 那么小太阳对战星辰双方BO3第三场的一个决胜局 那这场比赛 双方的上一场比赛是小太阳打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翻盘局 在劣势其实比较大的情况下 然后稳住了自己的阵脚依靠着抓住了对手的一些在整个团战的时候浪费掉的技能 以及胡乱出的装备这样的一个机会 最终是实现了比赛的翻盘 在最后一场比赛也就是双方BO3的第三场决胜局当中的来看 阵容方面中单的莉娜 然后大哥位的是一个女王 潮西去打三 然后四五号位的萨尔加上海民 清晨则是拿出了莫奈的一个骷髅王 中单拿的是欧瑞的子猫 三号位穿上甲小医生的穿上甲在第一场比赛当中确实表现的非常出色 然后在四五号位的位置上放的是蚂蚁和猴蓝支援 大叔乃我找不到漂亮对象 感谢这个 阎魔爱 阎魔爱的打赏 来你找不到漂亮对象 好 祝你找到一个 这么说女性的外观不太合适啊 咱们那就祝你 祝你找不到你自己心仪的女朋友吧 好吧 祝你从今天开始 天天被 被父母催婚 一直催到你五十岁 然后你还是找不到对象啊 这场比赛从阵容上来看的话呢 小太阳这场比赛在前期的堆现 应该说比之前的几场比赛都要好一些 都要好一些 因为这场比赛至少潮西这个点在打骷髅王的时候呢 不会吃太大的亏 然后中路的丽娜打火猫应该是 打紫猫应该是一个绝对优势 然后呢 上路这边的海民 配合潮西 虽然也没有什么太好的一个击杀机会 但是至少 不会被对方压得太惨 而且对方两个比赛 把这个互乱志愿是摆到了下路 而没有把互乱志愿摆到上路 让蚂蚁在上路去保这个 骷髅王 那蚂蚁加上骷髅王两个人 去打对方的潮西的话 也没有太好的一个击杀的机会 说实话 中路的紫猫现在用自己的补给啊 在玩的命的再换补刀 这两个人在中路拼得很凶 这段时间 血量都压得很低 但是呢 从这个补刀数上来看的话 这段时间紫猫还行 那其实这一点上来说的话 欧瑞做的是不错的 因为把丽娜 如果你不能在这个丽娜三级之前 把自己的补刀给他保持住了的话 那等到这个丽娜三级以后 你再想去 你再拿补给去换补刀 都没有这个机会了 因为你换不动了就 对方压你血线压得太快了 这块蚂蚁 缩地过来 共同脉冲 给上 看一下这里一个瓶 这里吃千灵火 对方这块并没有打他的小鸡 丽娜这里把自己的瓶子拿到手以后 开始磕一波瓶子 空一波两分钟的神符 上路的这个神符 紫猫的一个残音拉过来以后 那么丽娜并没有过去 选择直接把这个神符给他 缓补掉 这里再给上一个龙破斩 知道自己这波追不上了 也没有选择继续去空下路的神符 这样中路紫猫拿到了一个神符 会比丽娜稍微舒服一点 丽娜可能一会儿要在三分钟等会 空自己家的赏金了 我感谢玩家雨林大佬上剑 欢迎欢迎欢迎 欢迎老板上剑 欢迎老板 猫猫的 看看这个潮汐这个地方 被对方给上一个锤以后 蚂蚁在在追 这个地方在缩地撞一下 不过这波剩余的血量不够了 打不死了 大叔再奶几口呗 再奶几口 还要奶啥 大叔看过开端吗 看了几集 目前看了可能六七集 差不多 看了六七集 后边还不知道是什么 你们别给我剧透啊 谁要是给我剧透 我就拉黑谁 看看这一波 潮汐 这里一个毛鸡给上去 波波卡 缩地能来得及吗 开出来了 nice 很极限的开出来了自己的缩地 这波海绵还在接着追 这里打断了 波波卡吃掉的一个药 那么再接着追 再两个平A可以杀 这边好像吃了一棵树 依靠这个吃入的回血 等到了自己的下一个缩地 这波波波卡这个蚂蚁很极限 这里整个直接去送远古了 送远古回家 因为这个地方 你再等着回家的话 或者等着送他 就太不值了 直接送远古回到家里面 把钱花的软 奶他又穷又样摔 还秃头 当初这样吧 这个咱们学一学 这个仙人的 也不是仙人 学一学这个 顶级头部主播 这个言辞 祝咱们玩家雨林 大佬的这个 老婆又丑 孩子又笨 好吧 这个当初 这个大家不用心里觉得别扭 这个是当初某头部主 用来祝福自己的话 咱们在这借用一下 感谢 DARWIN008 大佬的比克拉 谢谢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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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海民一个冰墙 把路给封住 不让啤酒走 这波 海民没有能够找到机会 但是还要是 要在这个地方去 拼这个神符 两边要打起来了 我跟你说 这边肯定要打起来了 这边肯定要抢 这边紫毛直接冲上来 残烟拉住 想强杀对手的丽娜 丽娜这根山上挂着一个蝗虫 全要死这三个人 哎呦 完美团啊 这个地方形成三个人 好 蚂蚁下一个缩地的CD 马上转好 上来撞一下都死 漂亮 伯伯卡的蚂蚁 直接完成三杀 这波打完了以后的话 神符也是被欧瑞控的 而且控到的是一发恢复 那这个开局打下来的话 星辰就把前妻 所有的劣势都找回来了 真的是所有的劣势都找回来了 这一波确实星辰在整个团战的一个协调性上 就做得太好了 看看这波丽娜又要死 丽娜这个地方要死 蚂蚁要拼吗 蚂蚁这个地方没有选择开缩地去拼这条命 能不能烧死这地方 也没有烧死 丽娜这个地方胜利点点血 最后狗住了 可以的 这什么直播间 主播的虎狼之死 没办法呀 这波海明之类被带走 我作为主播我也没办法 我跟你说 我现在又在直播间里头 我要是祝大家 这个什么 一些比较好的词的话 我跟你说 这当下我一下就把粉都全掉没了 我不敢呀 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公司要送给我一个那个 就是送给我一个他们公司的那个礼物 好像说过年了 送一个礼物 我都没敢收你知道吗 人家说送给我他们公司的纪念片 我都没敢收 我说你别送我了 我说上一个送我的叫ehome 我说你别送了 上一个去TI 他去TI现场参加比赛的 不是去现场参加比赛 这个去参加比赛 说错了 去当时TI吧 还是一个major 我忘了 去现场去观战 买了门票去现场观赛 下路女王这波是又被小一生给收到了 小一生这场比赛的穿上甲 相比第一场比赛呢 没有打的那么舒服 但是这段时间也把自己的经济追上来了 因为之前他的这个经济是 还在第六 而且距离剩下的前面的人还差挺多的 这段时间追上来了一些 上一个送给我 就是这个线下来看我 送我礼物 他去一个DOTA2的现场观战 然后买了现场的那种纪念品 手药店啊 还有一些手办啊什么的 送给我的那观众 我忘了是几年前送给我这个东西了 反正到现在为止还没找到工作 已经好几年了 已经好几年了 这个我确实是 现在我现在也不敢收观众的礼物 你知道在直播间里打赏我 送我点这种线上的礼物还可以 线下礼物 我现在什么都不敢收 那这边 紫毛过来以后 就是留住对手的海绵 一个残烟拉住女王 这个时候潮西赶过来了 潮西赶过来的话 虽然有大招 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用 好像也没有什么用 现在这人都是8比0 开局星辰打了个8比0 那现在领先着2000的一个经济 个人经济方面的话 丽娜和潮西现在都还可以 不过中路的紫毛没有压住 这样的话紫毛就开心了 潮西这波直接给大 秒掉对手的穿上甲很聪明 萨尔是得一个框 留住摩奈 又是一张TB落下来 这个TB落下来就是女王 对方的蚂蚁和紫毛落下来以后 应该是想要找最会反打 但是女王也过来了的话 这波应该是救不下来了 女王手里边应该是有大的 女王跳过来给了一个猴 大招打到对方的蚂蚁身上 但是并没有打中紫毛啊 这个女王的大招给的好亏啊 萨尔这边一个大招加上筐 留住了对方的这个蚂蚁 蚂蚁这个地方能走出去吗 走出去了 缩地活下来 破乱支援大招钻住 这波萨尔也被带走 欧瑞直接完成三杀 LBX这波团战打得太烂了 实在是 整个团战真的打得太烂了 要被对方打5人团灭了 这个还差一下 这个肯定跑不掉了 穿着俩过来一个戳 直接拿到对方 三号位潮心的人头 五人团灭 这波团战LBX真的打得太差了 女王的 这个女王啊 刚才女王的这波操作 属于是一个负面教材级别的了 她呢 刚才在杀对方 骷髅王的时候 应该果断直接超远距离 一个大招 早点把这个人杀了 就没有后边那么多事了 她自己冲进去以后 被对方的紫毛 直接贴脸一套爆发 打成死血以后 再想往回撤 你撤不回来的 这以后被对方 再抓死一个海民 这波团战打起来 小太阳这场比赛 应该是凶多吉少了 到这个价值 真的是凶多吉少了 现在这个这两波团战 主要是他们这个阵容 中单的丽娜 大哥位的女王 三号位的潮汐 在潮汐有大 女王有大 丽娜有大周的情况下 这个团战结成这样 精神这边又开始去打压制了 他又开始去疯狂的去压制了 这个时候看小太阳 这场比赛他们的带线的话 主要要靠女王去带 潮汐去带 两个酱油都没有带线牵制的能力 那萨尔加上海明 这哥俩谁都带不了线 只能是让大哥去带 这种阵容是没法去接收劣势局的 你说你三号位是个狼人 是个先知 是个兽王 这劣势局都能拖 三号位是潮汐的话很难拖 看来这波子猫的残忍病状 拉住有点可惜 然后回撤 你看这个星辰的撤退就很果断 我一套技能打完了以后 我发现我的技能伤害不够 或者没空住 技能没前接上 那我就直接撤 我再去找下一波机会 一场比赛这么长时间 机会有的是 再说现在查队优势很大 很大 非常非常的大 因为现在查队 他们在这个阵容 在这个阶段 他们应该是打不过对手的 他们应该打不过对手 因为这个时候的蚂蚁 基本没有用 破坏之缘是个纯单体 这波看看 骷髅王没有大 萨尔 框大给张雀 骷髅王这波应该是没了了 能杀吗 有没有机会 能杀 不能杀 差一下 切笔章 切出来了 莫奈 身上挂着一大堆的技能 这边切笔章 切出来 飞蛋没有死 还完成了一波双杀 打了一个零换三出来 并且自己没有浪费到大招 极限切出来一个笔章 莫奈这波立功了 这个确实漂亮 这波火软支援的一个税救了一下以后 莫奈极限切了一发笔章 然后打完成了这波反打 5000加的精力差了 而且刚才这一波应该是对于小太阳而言 挺打击信心的一波 明明是抓了一个非常完美的机会 对方骷髅王的大招 还差不到20秒的时间 赚好的情况下 就断了一波对方骷髅王的节奏 这个真的挺伤士气的 看看这里 护卵支援直接被带走 妈妈第一时间没死 多扛了对方 那个莉娜的两个瓶威 吃了个魔瓣 多扛了两下 现在你看这个星辰就又开始 在你的优势路野区这边 不停的在搞事情了 事业方面的话 讲比赛 小太阳在对方家的优势路野区 做了不少 这波是一个四人开悟 那莉娜没有打招 但是潮汐萨尔和海民都有 所以潮汐直接跳大 莉娜在跟上技能 A死对手的一个传承点 潮汐在这个时间段 直接选择给这样的一个跳大 断了一个小学生的节奏的话 还是可以接受的 这边拉上去了 漂亮 这块紫毛利用残印拉上去 但是萨尔的框大给的不错 看一下潮汐上来 给输出 莉娜接上一个光机阵 后续的伤害不够呀 有点尴尬 潮汐变RTZ了 海民上来 一个平A给兵强 还没死 自己被反杀吗 被反杀了 紫毛成功的逃生 女王过来一个大招 再加平A带走对方的后来支援 莉娜选择一张TP 这边踢回去了 潮汐 这波他虽然变成了RTZ 但是他跟RTZ有一个区别 他踢回来了 这波潮汐最后没有死 他TP回来了 令人害怕 大招 Gulf 伤害重了 大招 这一波打完了以后 人都是5比19 现在LBCS还是要趁着 他们的这个潮汐女王丽娜 这几个人有打招的时候 直接就出去搞事情 海民这个位置在排演的时候 被对方抓了一波 这种是没办法的 这种被抓属于是没办法的 作为酱油这个时候的工作之一 而去排演是工作之一 去排演的时候 被对方打死也是工作之一 因为没什么办法 这把三 四 可以爱问那片事了 还没给 那这样的话 骷髅王过来两刀 还差一下 女王最后是被对方的骷髅王带走 欧瑞则是跑到前面 追死了对手的一个萨尔 这波打完了以后 潮汐现在因为手里边没有大招 所以他没有选择去参团 这个星辰过来打入山 在激扎到对方的萨尔和女王之后 过来参盾拿 拿了参盾的话 这个盾可以给到紫猫 也可以直接给骷髅王 骷髅王现在相位必张暗灭 正面的作战能力已经有了 蚂蚁这边的出装准备去做的是一个复灵锁 并没有准备去复一仗 做复灵锁 复灵锁也可以吧 反正作为蚂蚁这灵魂来说 像这种优势局 队友大哥位是一个骷髅王 加入紫猫两个 有一个有两条命 一个自保能力 极强的情况下 不出一仗倒也不 不是不行 也不是不行 大老师胜率多少了 大老师目前给到的胜率是91% 看到这里潮汐被定一波 然后往回走 往回走 这个时候潮汐手里边是有大招的 跳刀直接往回撤一下 对方的伤害没有跟上 这时候骷髅王也还在追 潮汐这里躲一个树林 然后一张TP 很机智啊 这个TP的位置 莫奈的普洛王在相互一张灭之后 准备补的是跳刀 来增加一下自己的凸脸和逃生 看看穿战甲 这波 诶穿战甲这个车没有开好 小学生这波 蹭了一个边撞回去了 这样的话对方的力大捡回一条命 这个地方只要再被撞一下 就必死 必死 一定会被对方留住的 现在小太阳选择一波五人开悟 看看这个五人开悟 潮汐又大 有跳刀 莉娜女王萨尔 这些关键的大招都有 但是不能再只找到一个穿战甲了 最好是能杀掉对方的子猫 这个时候 能杀的子猫是最好的 自己家优势度也其实没有任何的视野 确实不好上啊 这个没视野 没有视野 这个确实是不好上 对方在一直都是蹲在这个 其实他们刚才这个地方 可以考虑怎么打呢 LBGS 扫一下这个高台上面 就他们现在这个扫描 其实就是用过的 扫一下这个高台上面 确定有人的情况下 这个潮汐 网上走破雾的一瞬间直接跳大 因为他是在晚上 晚上破雾的时候 对方是看不到的 当然这种做法属于是一个 比较拼的做法 有视野固然最好 没有视野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 属于一个比较拼的 没办法的做法 看一下这里 萨尔给上个筐 被一刀直接秒掉 那么选择买活 这个是留对方的骷髅王 骷髅王应该有三条命 这拨开车开起来 开始往后排去找 丽娜开启BKB以后 对方的骷髅王 已经是趁势撤回了厦门 这边没完全撤回去 这边莫奈第二条命交掉 潮汐在准备放大了 看那个骷髅王站起来以后 对手解一下 潮汐这里大招呢 潮汐没蓝 潮汐这个第一时间没有蓝 第二时间有蓝了 大招给出来 骷髅王三方命被打掉 在转车开始击杀皮球的 一个混乱支援 这时候PP的力大扛不住了 对方的紫毛和穿战甲 两个速度还够 蚂蚁往前钻一下 看一下这个潮汐 剩余的血量并不是很多 再给人一个平安 又是一个戳 漂亮 小医生这里再一个拍地板 完成三杀 小医生的这个穿战甲 确实厉害呀 第一场比赛 他的穿战甲就打得 可以说是相当完美 这场比赛的穿战甲 保持第一场比赛的状态 这边紫毛给上残阴 异化刮沙加蚂蚁的一个缩地 穿战甲又是一个戳 nice啊 这波波波卡已经 如同神一般了 两比赛 波波卡的蚂蚁 如同神一般的杀戮 九杀一死 十三助攻 紫毛是8015 穿战甲七二四 骷髅王反而变成了 一个助攻的人 三杀两死 十助攻 这边哥你平时 叮回来对方的蚂蚁 但是叮回来你打不过呀 你叮回来他干嘛 丽娜这块一个大招 一个龙破斩上来 波波卡这一开始往回跑 能走掉吗 能走掉吗 再开一个锁地 这块有没有翻银 好像是 潮汐 哎漂亮 这边问那匹事 给回来 再加一个框 留住 漂亮 终于带走了 DB这波是拿到了 对方马蚁的一个人头 给了600多块钱 这波其实最后的结果 对于小太阳来说 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因为这波团战 其实打到最后 他们在整个团队经济上面 并没有进一步的被拉开 丽娜的经济 反而是来到了全场第二位 仅次于对手的骷髅王 而且由于这一波团战 最后拖了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 导致对手的这个潮汐大招 已经拖出来了 下一个肉山盾的时间 还有很久 所以现在不是在肉山处决定下一波团战的走向 这个时候看一看 接下来 下一波团战的话 潮汐的大招CD马上赚好 小太阳应该要这个时候再去找机会 如果有物的话 可以继续去开物 皮球现在身上带着三个物 LBZS的这波开物 丽娜的这个地方最好 哎呦 丽娜这个技能没中啊 这波血亏要出事了 这波要出事了 潮汐不能这么白给 潮汐这么白给的话 这个团战没法接 走走走 这个时候走 看到没机会打果断就走 被摩奈直接已经完成了一波双杀 那这波推上去的话 要出这了 一刀上来直接死血 再加一个平A 最后波波卡拿到了对方海冰的人头 二塔要掉 二塔要掉 高地能不能守得住 现在都是个问题 高地应该没问题 对方这波要把兵线先带上来 兵线的位置足够拖一些时间的 这样的话潮汐不需要买活 等着自己复活就行了 丽娜这块 走向一套技能 秒一个 可以 赶紧走 秒了就走啊 女王这个地方过来以后 去救了一手 大招给出来 看一下 这波被对方残烟拉住 女王再不立刻过来 再一个吼 击杀掉对手 但是这边紫猫还在追 再一个攻击脉冲 这边女王没了 这个丽娜 杀完了以后就果断走 这波 不要待在那 还A兵线是什么剧情 我都没看明白 对方这么多的控制 跳刀 超远距离的拉 还有什么 紫猫的刮沙残阴之类的 这居然还敢在正面 再多浪一下 但是没看到 再一场Raiji对VG 这块海绵 我是被对手的紫猫 直接过来一波带走 Raiji做出来了自己的复灵锁 Dina这边又是藏在手里里面打一套 Nice 这边第一条命打掉的很痛 骷髅王手里面现在朝西这里起身 直接压起身大招 秒 Nice 这个压起身大招给的相当漂亮 秒掉了对手的骷髅王以后 小太阳又把自己的这波 这样比赛的节奏缓上来了一轮 看一看这里 紫猫想在高台上面蹲一手 这个时候第一时间蹲到的是 对方的一个海民和萨尔 萨尔这个地方感觉要没了 被对方的紫猫直接挂杉挂死 这波打完了以后 看一下女王 这个地方被捆了 被对方拉着 女王为什么在这儿啊 女王为什么要跑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啊 这朝西梅大丽娜不在 这个女王为什么要走这种地方呢 唉 这个好好的一个 有翻盘的机会 又给送梅了呀 朝西梅大的情况下 就果断走 不要不要 大哥为这个时候果断走 什么团都不要接 关键团战的控制没有 而且对方的骷髅王已经被打死了 你最多送给对面一个酱牛 他爱谁杀谁杀 不要管他 你最多就死一个酱牛 这个不要紧的 完全不亏 保住自己的大哥去刷钱 让对方的进攻节奏被延迟 你劣势局才有机会慢慢去把这个比赛翻回来 这个时候对方的骷髅王活了以后呢 过来去打一波路山盾 拿个路山盾 又是三条命 这是个二类盾 二类盾的话 魔金 看一下 紫毛自己是买了 紫毛自己买了的话 突然间自己也买了 也就 骷髅王自己用了 也就骷髅王自己用 没有别人需要这个东西 女王刚才是要去中路清兵县 她已经去了 然后她又回头了 她看到酱牛被抓到又回头了 他们这个阵容在潮汐没有大招的情况下 并不具备反打能力 这块 哎 漂亮 这波抓住了对手的一个蚂蚁 这个时候对方的这一波反打 看一下 开车再撞 但是这个地方出不去了 丽娜直接开起了BKB 一张PP亮起来 小医生身上 应该看的意思是没有晕锤 所以没有选择去给戳 但是戳的是跳刀 疯胀 然后准备去做刷音球 骷髅王的魔精效果是大招不费蓝 而且初八的时候附近每个英雄都会产生三个骷髅兵 然后去攻击对手 丽娜在下路这儿又是偷掉了对手的一个后乱职员 但是被子猫给单杀了 这波跑不掉了 这波她的BKB因为刚才已经用过了 欧瑞这波在击杀完了以后超神 12杀0死20助攻 或者子猫这样比赛初期跟这个丽娜的对线呢 因为成功的摇人打赢了击杀掉了对手丽娜一波 然后一直把自己的非常好的一个状态保持到了游戏的30分钟到现在为止 到现在还是零死的一个状态 丽娜被打死没有买活 那这一波丽娜没买活的话 缺少了一个 可以说也是唯一的一个运力输出点 就是子猫进来 直接留住对手的一个 看一下这个锤锤住了 能烧死吗 这个萨尔 好像是烧不死 这个萨尔能来得及回到家里面 潮心上来 给到对头有一个毛鸡 浪费一点点的时间 中一个锤 这里再被一刀暴击 再给一个毛鸡 不过这波问题不是很大 莫奈这个地方 切笔章 这里一口 直接带走了对手 狐狼的第一条命 第一条命被打掉以后 星辰那边选择先理智撤退 往回缩一波 这波消耗的还是很成功的 并没有交掉更多任何一个英雄 也没有交掉太多的核心技能 能够成功的去打掉对手 对骷髅王第一条命 但由于现在这个版本 骷髅王的大招CD时间 比以前有比较长的一个增加 所以短时间内 不用担心对方 再挂着三条命上来拆 这个LBCS不光是没有去拆 而是没有直接等 选择是一波开悟主动进攻 这个时候 凯民上来 看一下骷髅王 这个时候如果能直接打掉 骷髅王的两条命也行 但是他们这波 由于丽娜的位置并不好 选择撤退 丽娜这波BKB开起来 被对方直接混乱追 拉住 曹西在远距离给了一个大招 勉强的救下了丽娜 短暂的一小会儿 这里骷髅王再锤过 直接击杀丽娜两条命被带走 GG 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打G了 不用耽误时间了 这个真的不用耽误时间了 可以直接打G了 这一波进攻小太阳组织的 属于是在经验上面的一个欠缺了 因为这一波他们理论上来讲 不应该在丽娜没有活 而且丽娜并没有跟自己的对手一起去走 丽娜是从右边 她活了以后 她是踢的右侧的这个区域 她过去的时候要穿过对方整个所有人 而且在进攻从这个高台上去的时候的 第一时间破误的是一个海民 海民上去以后被对方的骷髅王给断了一手 这样的话这个比赛 这种时候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怎么打的 就是对方在这种进攻以后 会有一个洋装撤退增高地的这个做法 这个几乎是所有的队伍都会做的一件事情 这个不难猜 这个不难猜 我作为一个路人我都知道 我肯定作为职业选手都会知道 这种时候正确的打法是等到你的丽娜复活 且在其他的线上 对方有某一个关键点露线了以后 你再出去动手 是时间最好的 看葡萄王过来以后留住 女王这里一个大招 一个另一个撤回去 由于缺少丽娜的话 没有物理输入点 现在正面战场对方又是组织了一撤退 一波有需撤退以后 葡萄王现在还是三条命的一个状态 朝起手里面没有大招 光靠一个丽娜的话不动 丽娜留住对手的小学生 小学生这块选择是拍地板 靠着减伤顶住了 葡萄王挑刀过来以后捶住丽娜 开始撇出出 丽娜开启BKB 露线之缘直接拉住BKB的丽娜 带走GG 好吧那么这样到最后这个比赛 星辰还是有这么危险的拿下对手 这样的话他们将会在败者组赛往前走一步 他们的对手呢将会是 他们的对手将会是VG和IG的胜者 VG和IG的胜者 好了那么这样的话 今天的这一轮比赛就给大家做到这里 我是三宝大叔 咱们 先到这里啊 先到这里 先到这一轮比赛